好 再看大台中市的選戰 民進黨的台中市長參選人蘇嘉全 之前因為懸掛競選看板 被國民黨的議員指責違法 所以立刻他們也就將立好的40多面看板 全部都拆掉了 沒有想到副市長蕭家綺聽到之後 居然語帶諷刺的說 那麼乖哦 這樣的回應讓蘇嘉全陣營 覺得很不適滋味 覺得蕭家綺根本是成口舌之快 故意吃他們豆腐 40幾面的路口看板一夕之間全部拆光 因為被國民黨議員質疑違法 蘇嘉全寧可花十幾萬元先拆掉廣告 沒想到配合手法 竟然被副市長蕭家綺說這麼乖哦 讓蘇嘉全的團隊覺得很不適滋味 蕭副市長可能也因此認為 用嘴巴處理市政就可以了 不過我寧願相信他是一時的失言 有議員參選人認為胡志強陣營得了便宜還賣乖 建議蕭家綺先去市區看看藍軍有多少違法的看板 如果依照建築法規和廣告物管理辦法規定 市區的路口廣告幾乎都是違法 民眾認為如果市府真要拆就應該一視同仁 蘇嘉全陣營希望市府趕快訂出一套管理辦法 不要讓掛看板的問題淪為口水戰 密室新聞李坤喜 陳建華 台中報導 機密室長 比賽 未知 未知